这里就是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 特雷斯顿了 这里曾经是欧洲的艺术之都 以拥有华丽的巴罗克宫殿和教堂建称 但同时 这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其中一个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城市 1945年2月13日 在盟军战机年番空闸之下 那身后的旧城区就差点被移为平地 这段历史也都令到特雷斯顿 所以说每个名城的背后 都是很传奇的 在德国很多城市都有圣母大教堂 但名气就不是每一间都一样了 这间圣母大教堂是德国著名的新教教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是用了6118个日日夜夜去建造而成 谁不知在一日之内就被盟军的战机 轰炸造成的大火而摧毁了 在1945年之后的48年 整个废墟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教堂的重建计划 一直外于资金不足 要等到1993年才展开 耗资了1亿3200万欧罗重建的教堂 终于在2006年重新开放了 重建后的圣母大教堂 展现1743年 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建筑风格 非常宏伟 由拱顶最高到地面有近40米 可以容纳1835人 昔日教堂顶上的十字架 今天仍然保留着 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大家或许会觉得好奇 教堂明明是重新建造的 但是为什么外场会有心有钱 颜色不一样的呢 原因就是重建所用的石材 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来自当年的废墟 听当地人说 很多特里斯顿人都自发性地去到废墟 参与重建的工作 他们将仍然缘好的沙岩 每一块都编上号码 方便重建之用 现在我们看到每一处黑色的地方 就是被保留下来的沙岩 他们都被放回原本的位置那里 但雷斯顿虽然一度被占火洗礼 但重建工作的确做得不错的 政府对于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都会切法保留 环境保育意识非常之强的 就好像我身后面这间酒店那样 就是其中之一个例子了 这间四星级酒店 前身是楼高九层 用来传放穀物 香料和烟草的仓库 要刻意保存重建 是因为这组建筑物 是特里斯顿首次出现 用钢筋水泥建成的高楼 将昔日仓库重建保存的想法 是来自酒店的老板 是来自酒店的老板 Misus Gamola 她认同保育历史建筑的重要性 所以决定将昔日的仓库 会发成今天特里斯顿一家著名的四星级酒店 在酒店里面 仍然保留了不少传统的建筑细节 好像昔日用水泥建造的楼梯 楼梯扶手和现代设计 有强烈的对比 而窗台设在窗户的外面 外于打理不方便 在新一代的建筑已经非常少见了 这间就是位于酒店八楼的总统套房 租金成为每晚二千大元欧楼 很多名人都入住个家 让我先到处参观一下 总统套房里面设备齐全 应有的都不会少 最吸引我的就是窗外面的景色 可以在这里欣赏特里斯顿 是不是真的好像一幅画那么漂亮呢 在特里斯顿 音乐是无处不在 充满每一个角落 就算是时光倒流 回到中世纪时代 特里斯顿人对音乐的热情都是一样 这间模仿中世纪时代设计的餐厅 在特里斯顿非常出名 一定要来建设一下 别以为只是我们广东才有烧猪 原来传统的实黑心美食都有烧猪 不过不知道味道和我们广东烧猪有没有分别呢 正所谓入香随俗 吃东西肯定是要地道 一定要尝尝传统的实黑心美食 这些用椰菜叶成的酸菜 酸酸甜甜 是炆牛肉最佳伴侣 看来这个秘制牛肉也不是野小 你看这个dumpel 比我的拳头更大 立刻尝尝 吃饱饱了 轮到饭后酒上场 这些绿色的餐酒是用香草釀製的 喝的方法也特别过人的 事应生说要在杯底里 擠一些酒出来喝 行不行的 留下都没喝到 不过尽人事 你吃饱了吗 你吃饱了吗 我帮你帮你帮我帮你 我帮你帮你 喝? 你只会是玩意吗 是 你不怕 原来他玩我的 离开特雷斯顿 下一站就是位于 砥兰登堡州的波池坦 由柏林搭火车去 大约小十分钟就到了 来欧洲旅行 行情少不免就会参观皇宫 其实每个皇宫都有很多自己的故事 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发觉这些故事 或者有没有一个好的导游 讲故事给你听 所以我今次就请了一个 很好的导游帮下我手了 大家好 我是郭丽 汇典中文 让我带你看看 我导游最美丽的皇宫 叫做三四溪 三四溪是法语 意思是王幽宫 太好了 我们现在就走吧 王幽宫 可以说是肥德烈大帝 最爱的宫殿 建于18世纪1745年至1747年之间 这座楼高一层的宫殿 坐落在遍值葡萄藤的葡萄山之上 在山上168个玻璃室里面 种植了不少无花果树 与传统金碧辉煌的宫殿相比 王幽宫可以说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其实斐特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呢 你看斐特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国王 他不仅爱自然爱狗 而且还对各种艺术 包括哲学音乐 还有建筑感兴趣 他也亲自参加过 自己那个王幽宫的设计过程 真的 他在里面每天都要吹节奏 还有做谱 他觉得王幽宫是他最快乐的一个地方 希望在这里把所有的烦恼和忧虑 全王教 欣赏历史建筑物 最好就是装备一下自己 要知道什么叫哥德式 什么叫巴洛克式 什么叫洛可可式 不认识多都要认识少 如果你认识多一点 就自然可以享受到欣赏这些建筑物的乐趣了 在王幽宫 我们可以欣赏到德国洛可可式的建筑风格 在这一间以大自然为主题 奔客用的沉室里面 墙上用了大量的花草树木 热带水果 料类动物装饰 都反映了肥特列大帝的嗜好和口味 这两个喷水池其实都有一个故事 原来早在肥特列大帝建造忘忧宫的时候 这个喷水池就已经做好了 但因为当时不够雨水 附近也没有足够的水源 所以一直都没有水喷出来 在肥特列大帝的有生之年 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水池喷水 直到第二位继任的皇帝 肥特列·威廉四世 他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将附近的河水引到水库那里 然后再用原本的喷管将水泵出来 这个水池从此就有水喷出来 这是中国茶楼 但是设计或者建造茶的人 他们都没去过中国 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 他们理想的中国 原来在德国人心目中 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 肥特列大帝以爱各地文化 对远在东方的中国 也都非常好奇和向往 但可惜的是 他一生从来没离开过欧洲 没真正接触过中国文化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杜金人物雕像 都带有欧洲人的影子在里面 那我最后带你看的就是肥特列的墓地 这里一共有十二个墓碑 为什么有那么多 那边小的都是他的沟 是狗狗的 对啊 大的就是他 我知道 我还带了土豆送给他 太好了 怎么放进去呢 来 我帮你放 好 谢谢 太好了 肥特列大帝其中一个重要的功德 就是给国民知道 薯仔其实是一种容易种植 又可以冲击饱吐的食物 以前的德国人只会用薯仔花去装饰家居 而不知道地下的坑部是营养丰富的食物 肥特列大帝的发现 拯救了当时无数贫穷的国民 令到他们不用捱饿 所以直到今时今日 德国人都还会用薯仔 向这位肥特列大帝致祭就是这个意思了 谢谢